你是军工教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到底犯了谁会是这样 你如果是一般没有18%的人 你会觉得说看到国库的债务是这个样子 包括刚才来宾讲说金年光 你说退付基金啦 军工教宝啦 或是再加上光18%的利息支出加起来就2000亿 那你的感受又会怎么样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些的时候 包括连我们的第一夫人 你说他是不是有所谓的13%的问题 都被丢到这个里头来 那这个时候到底公平正义 真的要拿这个角度来看吗 13%又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呢 来 华轩 好 很多民族就会质疑说 这公股银行其实是年年都赚钱的 为什么还从人民的荷包再拿出13%给他们呢 尤其这里面我们看到 从97年一直到这个现在100年 到这个去年100年的时候呢 他们几乎年年都是赚钱的 包括这台银 土银 合作金库 以及中国输出银行 那么国营的这个银行 他们的年利息是逐年在增加的 那么在民国97年呢 就要补32多亿呀 那么我们在昨天也特别跟你说过 这个民国101年的时候 我们补贴39亿元 民国97年到现在 所以就共进了都要补贴 184亿多 平均每位国人 我们就要掏出800块钱 来补贴这个钱 好 你说如果是私人银行 那有一些公司会希望照顾自己的员工 你可能在自己的公司的出产的产品上面 你会给一些优惠 那银行他没有出餐什么 他就是赢钞票嘛 OK 他就是靠钞票赚钱 所以有些私人银行你要怎么做 那是一回事 可是瑞德 最重要的这些事是国营的 它是公银行库 所以所有那些钱在下面有讲说 变成换算回来 是国人要去掏钱 对 我四个姐姐里面有三个出身银行 然后三个都已经退休 过去这个 他们刚好比较倒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历经到所谓的公银省银行 变更成民营 所以现在都没有13% 这个13%跟18%有当年的历史背景 都有历史背景 我们人家讲的这一切都有历史背景 评论了两三个礼拜 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告诉各位 不是因为我们均平 说要大家一起穷 不是这样 但是呢 过去可以领的并不表示 现在跟以后应该继续领 因为没钱了 这个13%你要知道 虽然如果公银的银行 他有钱 他有盈余 优先下去补贴就对了 不是说一定是从国库来贴 并列预算 但是他一旦 他一旦没有钱的时候呢 就必须由我们来并列预算 可是你不要忘记 公银银行的盈余 照理来讲 应该是要回归国库的 他就拨去补贴这个13% 更何况有所谓的优惠存款 这个优惠存款是 有没有退休 都有了这一笔优惠存款 虽然一个月大概补贴个五六千块了 这是一个事实 我相信很多的银行员 他自己本身也会觉得 愤愤不平 难道是我的原罪吗 又又来 就是姓庄蕭小姐的想法 我考试考了那么多年才考进去 那部升等考 考得很痛苦才升等 对不对 那小子说我退休了以后 这是我跟政府的契约 对不对 那小子你们现在要扛我这个东西 其实包括18%在内 这个今天呢 联合报的民议论坛版 有一个王光词 不晓得先生小姐所写的军军院的眼泪 我觉得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写得很好 代表了很多军工教退休人员 他们的等于说下一代的新生 也是讲他们的新生 我现在就想到了 我们之所以会反对13%也好 反对18%也好 其实反对的是因为三个字不公平 所以有那种很穷的 我们照理来讲 应该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因为应该要照顾他们 军工教人员的薪水 为什么要照顾 在民国69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天平改变论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之前呢 在蒋经国时代的时候呢 军工教很穷 民国69年以后呢 军工教的薪水所得跟劳工开始 平衡感是平衡的 从此以后 就完全失衡 到民国90年的时候 开始甚至于是劳工的两倍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不一定都是去砍人 砍钱 然后就变成军品 不是 我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在兼顾 这个所谓军眷的眼泪 跟很多领得很少的这些退休公共人员 而他们付出很多的人 要照顾他们的情况下 而我们确实必须把一些肥猫 这些钱给砍掉 这些钱包括这个13% 13%的钱可以到500万 我讲真的 真的太多 然后呢 18% 虽然从民国84年开始 民国84年开始的不能领 可是还是太多